看陈香如谢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杨子饰演的紧密的印象太过深刻了 所以总有些出戏的感觉 前半段的颜旦跟紧密前妻是一样活泼调皮的 后半段开启了跟英渊的虐恋 简直虐到人的心肝肺都疼 而在绝美爱情中 要是没有个备胎 那是不够看的 所以就有了余末 余末其实也很好 可为何颜旦不爱余末 偏偏对应怨爱的死去活来呢 陈香如谢的剧情进行到现在 想必很多朋友跟小编一样 也是被虐的肝疼 颜旦深爱英渊 为了英渊可以做到极致 他愿意在英渊最难受最痛苦的低谷阶段陪着他 甚至愿意在望川徘徊八百年 也不愿意忘记跟英渊之间的点点滴滴 看到这样爱得纯粹且痴情的颜旦 我们都非常心疼 而英渊呢 却迟迟突破不了各种因素对他的束缚 对颜旦的爱若即若离 这种感觉就像是炖刀子腊肉一样 让人感到十分痛苦 有时候小编都希望颜旦能够看到身边 默默守护他的鱼墨 其实鱼墨也很好 鱼墨为了颜旦也可以做到极致 甚至为了颜旦 可以忍受弯脚之痛 若说鱼墨对颜旦的默默陪伴 还不足以打动人心的话 那么鱼墨为了颜旦弯脚 他是在用生命守护颜旦啊 那么颜旦为何眼里就看不见 鱼墨对他的付出呢 其实小编还是觉得 这就是舔狗的下场 不是有句话说舔狗舔狗一无所有 暖暖暖暖越暖越南 鱼墨就是对颜旦太好了 所以时间一长 颜旦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了 鱼墨本是上古一族九旗族 唯一的幸存者 是凡界阎兰山尽山主 他万妖之王 清醒执着 自卑坚默 在天界的时候 颜旦一次意外的情况下 帮助鱼墨化为人形 鱼墨这个名字也是颜旦为他起的 鱼墨自此以后 就默默地陪在颜旦的身边 而当鱼墨意识到自己对颜旦的爱意时 颜旦已经爱上了鹰烟帝君 鱼墨为了守护颜旦 几次舍身相救 不管颜旦怎么做 怎么选择 鱼墨都选择成为照亮颜旦的那盏灯 其实颜旦不是不会喜欢鱼墨 一来是因为鱼墨对颜旦实在是太好了 好到让颜旦都习以为常了 而且这种好没有经过什么刻骨铭心的考验和反复 二来因为鹰烟的确他会拿捏颜旦了 尽管鹰烟不是情场高手 但是他跟颜旦的开始 从一开始的欢喜冤家 到后来的相知相爱 而鹰烟因为自己的问题 因为天条律令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会对颜旦好 一会又对颜旦冷漠 总之要是让我们这些观众来说的话 就是鹰烟太会了 把若即若离 欲擒故纵的感情游戏 简直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颜旦哪里还有精力看别人呢 尽管鹰烟不是故意的 但是歪打正着 他的确吸引了颜旦的所有注意力 而且因此占据了颜旦的所有心思 让颜旦的眼里和心里 只有他而没有别人 所以说鹰烟虽然不是恋爱高手 却恰到好处地拿捏了颜旦 爱他就要虐他 鹰烟会给颜旦糖吃 但也的确把颜旦虐得死去活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颜旦怎么可能去注意余默呢 而余默最大的问题 还在于他自己的性格 爱了总部说 爱得隐忍 葬的深沉 颜旦是个大大咧咧的性子 没事怎么回去猜别人的心思呢 爱有时候太隐忍也不是好事 爱就要说出来 勇敢说出来可能还有一些希望 要是永远也不说 那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若是用导演的话说 那就是于墨不是男主 当然要干被胎的事情了 这倒也没毛病 不是吗